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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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说吧 你想干啥 其实吧 我就没干啥点事 不至于这么干啥 平时都挺干啥的 你说这是干啥呀 这是 我也没打算要干啥 关键就是 干啥完了之后 是不得先干啥呀 那行 我 完了你就先这么干啥 那搁谁不能干啥呀 咯 干啥 行不 那你早干啥不就啥事都不干啥了 是 你咱俩早这么干啥不就不干啥了嘛 对不对 你没必要干啥点事 整这么干啥 这样一大伙子 看到多干啥呀 早要这么干啥的话 何必干啥呢 不干啥就干啥去 你先干啥去吧 一会我再干啥去 那我先干啥去了 你先干啥去了 你先进入点事 等下大伙子 你看 哎 你不干啥了 你们干啥呢 梁洪达老师 这是一个有方言特色的小品 是东北人都能干啥呢 你们听得懂 有一点呢 不是东北人也听懂 这其实是个哑句小品 因为你干啥 从头贯穿到尾 每个人理解你们说干啥这个意思 不光是语气上 还从你们的肢体语言上体现出来 所以我说这个小品你看起来好像有台词 其实和没台词是一样的 他的表演难度是很大的 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一场的表演呢 应该说在语气各方面的把握上 因为头两期的比赛 我也在现场看了 你们没有展示出哑句方面的东西 其实这个小品我们是可以把它当做 一个哑句来评判的 非常好 问题就递上这四苹果还不捡起来 干啥呀你们 好了 江鹏老师怎么点评这个小品 充分地显示了两个演员的这个演技 这个二人传的这个说口呢 跟我们相声呢 都非常的相似 这个干啥的这个小段呢 相声里面早有 施盛杰老师曾经在几年前也演过 但是呢 这么丰富的表现在这个舞台上 可能你们把那个小段 一下子扩大了这么大 所以我希望那个 赵饼山老师你先干好 你干好完了 我们大伙都干好 我都觉得就是整个的结构呢 通过一句干啥呢 是一种心理语言 这种语言呢 就是大家都能听得懂 结构也非常好 我都觉得这个道具用的没有必要 其实两个人打电话 互相碰到一起了 或者是电话掉了 这用电话 它可能视觉冲击就不是那么太大 就来回提苹果 它毕竟是个食物 就感受到这心里的 因为苹果象征着一种很阳光很纯粹 完了还是很对 在食物上 它也是人们都喜欢吃的东西 所以就有点烧的有点大 动作有点大 您俩如果一人都打电话 互相的话 电话放掉了 你一推它 它也掉了 你干啥呢 就用这个电话这个道具 就可以完成 赵饼山老师我再提醒你注意 他用的苹果道具吧 如果打那个电话手机 也是苹果的 一样 但是它要比食物好得多 是吧 这个会更好 但是你俩的表演挺好的 这个要比上一期进步了 小宝你们应该从赵老师身上学习 你看没有 他观察的是你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道具的运用 任何跟你的整个整体不相关的东西 在他看来都是累赘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年轻的演员 就是有时候取舍 弄不清楚 该舍掉的东西就应该舍掉 不管你 它给你带来多少效果 只要跟你整个的巨物 没有关系 你就舍 我觉得一个演员成熟不成熟 就是他知道哪个